来看一下这个RICE训练的商店 那它这个RICE训练 首先是目前来讲是 东南亚会有它是海外独家的一个活动 它这个活动它是分为两个等级的 银色的训练硬币是给130到200级用的 金色训练硬币它是给200到230用的 然后呢你每一个账号ID只能选择一个 你在上一个版本也就是5月20日之后 创建的一个130到200级 或者200级到230的一个角色 只能选择这个等级段的一个角色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账号里面 选择了一个130到200的一个角色 那你账号内其他的130到200的角色 就无法参加这个活动了 那么200到230也只能选择一个 也就是说金色和银色可以同时存在 但是不能有同时存在的等级段 只能参加一个 然后来看一下他这个商店先看银色的 现在看银色 银色它是极端成长药水 一共是2000个硬币 每个世界只能买一个 然后是七线 卢塔比斯 还有武器 分别1500和1000个硬币 全世界只能买一个 然后强大涅槃火焰 250个银色硬币 一共可以买10个 然后怪异魔方20个硬币一个 可以买50个 然后是特殊容易勋章 它不限七 它不限次数 一共25个硬币 再来看金色硬币的箱子 这个商店 它这个排风成长庙 全世界只能买一个 然后是1500个硬币 这是冒险岛接力第三选择箱子 它是可以选择 选择获得爱苏莱布斯武器 可以选择爱苏莱布斯武器 或者是统治者雕坠 全世界买一个 1000个硬币 现在我看到有些广播上 已经有人在获得了这个 也就是说明这东西 其实很容易拿 然后是15星 星之力强化卷轴 全世界只能买一个 2000个硬币 然后下面是30%的 S S级潜能卷轴 全世界只能买一个 一共5000个硬币 然后是附加潜能 附加潜能 100%的卷轴 全世界只能买一个 要300个金色硬币 然后是永恒涅槃火焰 可以买10个 每个150硬币 然后是选择型神秘 徽章一个 然后可以买10个 每个25 核心宝石是 可以买5个 每个35 就是奇异 潜能变化魔方 每共10个 可以买 每个50 好 我去看一下 他说了 如果你删除了 如果你删除了 这个角色 你其他账号 其他角色 也无法参与 然后他因为根据我的等级 因为我已经达到212级 他已经给我了 1560个 这硬币 也就是说你在领取 你在接受任务的时候 就已经给你应变了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选择这个 或者我买这个也行 好 我忘了 下面还有黄色魔方 你可以买三个 每个50 还有特殊容易勋章 特殊容易勋章是 不限 不限购买次数 然后每个50 都会是 好 吗 我 好 ées